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4号星期二下午5点14分 今天是情人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内容是ChartGPT的注册与使用 这个工具在前一段时间热度很高 据说5天之内注册用户达到100万 那也有很多的相关教程以及饰品 我们今天是从跨境电商卖家的角度来说一下 这款工具在选品以及关键词的选择方面 能够为我们卖家提供哪些帮助 首先先说一下它的注册流程 我们打开ChartGPT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 比如说访问受限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更换过浏览器 把谷歌浏览器换成Safari浏览器 就是苹果的浏览器之后 它又可以正常访问了 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也没有切换线路 只是说浏览器更换了一下 就又可以正常访问了 在登录进去之后的话 会有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现在这个是用Safari的浏览器 就苹果自带的浏览器 打开这个地址的话 它能够正常的显示登录跟注册的按钮 然后我们选择注册的话 这边会让你填写邮箱 网络上面很多教程是推荐使用Google的邮箱 但是实际过程中你们只要使用海外的一些邮箱 比如说像MSN的邮箱 其实也是可以正常注册使用的 不一定一定要用Google的邮箱 甚至是我有看到教程他们有的使用QQ邮箱也成功注册了 所以并不是一定要用国内的邮箱 但是就是推荐使用Google邮箱或者是MSN就是Microsoft微软的邮箱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因为Google邮箱注册比较困难 所以你们可以使用MSN或者hotmail的邮箱都可以 在邮箱填写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验证邮件发到你的邮箱当中 打开你的邮箱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邮件内容 你点绿色的按钮可以验证你的账号 验证你的邮箱的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点了验证之后 又出现一个奇奇怪怪的错误 他说我们的服务不提供在你所在的国家 我们跨境卖家的一个超级浏览器 我用这个浏览器去登录注册 就没有任何的除错的提示 因为这个可能跟它的线路地域有所限制 是有一定的关系 反正我这边推荐大家使用超级浏览器 来去进行它的账号注册 以及登录使用 就不会出现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边在接下来就可以填写一个 它的姓名以及说它的机构 机构这边我就填了CNstudio.com 就是我们自己的官网 然后填写完之后点继续 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需要手机号去进行验证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地区 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因为网络上面的教程说的不太全了 他们说要用美国的 其实不是 其他国家的也可以 就是比如说像印度的 或者是韩国的都可以看你的线路 目前是处在什么位置 你的线路如果是韩国的 那你就选择韩国的手机号 去接收验证码 不一定非要是美国的 那我这边说一下 通过上面这个网址 SMS 通过这个网址可以去接收 验证码 接收验证码的话 需要先去进行充值 以及说在这里面选择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会等等会跟大家说 反正通过这个平台 上面这个网址 去注册账号 先去注册账号 注册账号 它也是通过邮箱去进行注册 注册的时候 它也会发一个验证邮件到你的邮箱 验证通过之后登录进来 这边先去进行充值 充值的话 我看了网络上的教程 说各种各样的都有 有的说是0.2美金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SMS 这个平台它提价格了 现在0.2美金充不进去 我充了1美金 后来我发现1美金其实不行 因为我们要购买美国的 短信验证码的话 需要大概1美金多一点点 所以我充了2美金进去 反正这个费用是很便宜的 就没什么关系 我第一次的话是充了1美金 后来发现不够 因为这边是大概74卢布 等等 大家看到就知道为什么74卢布不够 插了一丢丢 后来我又充了1美金进去 才能够是买美国的一个验证码 在它的左侧这边 我们有个搜索框 我们输入open ai 然后它这边就是会有open ai 下面的一个国家 这边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包括印尼 印哥兰 印度 马来西亚 泰国 都可以 然后这边为什么我刚才要选择 充值2美金 我们看到这边是75 75卢布 因为我充值进去的时候 因为汇率它会浮动 我现在充值进去的时候 它是74 所以插了1卢布 插了1卢布 我们要选物理的它有两个号码两个号段 一个是物理的一个是虚拟的 我推荐大家选择物理的 物理的接码的成功率比较高 如果选择虚拟的话 很可能会接收不到验证码 反正也没多少钱 这个我是推荐使用美国物理的 但当然就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可以 然后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印度 英格兰印度尼西亚这些都可以 顺便说一下 它其实这个平台 不单单是可以用来注册ChartGPT 同时它可以去注册其他的社交账号 比如说我要注册一个Gmail的邮箱 Google的邮箱 比如说我要去注册一个TikTok的账号 那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去进行验证码的一个接收 比如说我现在要注册一个东南亚的印尼的一个TikTok账号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去接收验证码 那我注册以后 它的相关的伪装的信息会比较齐全一点 它会认为你是一个印尼的一个TikTok账号 在那边登录 然后可能就是流量的区分上面也会比较精准一点 然后我这边选择好了之后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号码会提示 它会大概等20分钟的时间 我把这个号码复制进去 复制进去之后就开始等待接收验证短信 这边如果有收到的话 下面下方会出来一个短信的一个验证码的一个数字 验证通过之后 就会可以登录到这个ChartGPT的页面了 但是它有两个界面 一个叫做Polygon 我推荐大家去用这个地址 chart.openai.com 去用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的话 它的界面会跟这个会不太一样 我可能我对目前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我觉得这个用起来会更方便一点 大家自己去体验 然后我就开始问问题了 其实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 看你怎么去问 你问的方式会决定于说这个工具给你的帮助大不大 我首先先问了一个是什么 因为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我问了一个问题 如何获取富婆的欢心 就问了这个问题 我打的是英文 但你打中文也可以 他目前支持 好像支持是全世界几乎60几种语言 我不太确定 反正大多数常用的语言都已经支持 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 那我就是这边打了英文 如何获取富婆的欢欣 他还真的给我答案 他给我什么答案呢 他给我一些正合八经的答案 就是 假设你要真心喜欢这个女人 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做自己真诚 表现出兴趣 尊重他人支持诚实 其实这些答案 我觉得体现不出他AI的实力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太笼统 就是普通的你百度搜索一下 也可以搜索出这种答案 不能体现出他AI的实力 然后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开始问他 我就是想问一下2023年最有趋势增长的产品信息是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一个人工语言模型 他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的数据 我问了他很多未来的东西 包括是中国在什么中国足球队在什么时候 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冠军 他也回答不出来 就是在很多未来的东西 他是预测不了 但是他可以去收集之前的内容 这个是跟他的语言模型有关系的 他是收集到好像是2021年之前的互联网 上面的所有的信息跟数据 你可以问2021年之前的一些历史数据 其实这个其实对我们选品也有一定的这种帮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这边说他推测大概是50美元到100美元 因为我这边有给他了一个问题的框架 我问说亚马逊上面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趋势 给我做一个推荐 然后他高利润不带电池 同时客单价格在50到100美金之间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厨房用品户外设备 以及居家的这些用品 然后我又问他问题了 我说如果是户外设备的 你有没有推荐的产品 然后他这边有推荐的 推荐很多 包括是睡袋 然后登山靴 其中有一个是万远镜 第七个万远镜 我觉得万远镜好像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就可以再针对万远镜 你对他进行进一步的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 看他怎么回答我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在做选品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问他一个历史数据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可以问2021年户外用品当中最畅销的商品 你可以这么问他 你不要去问说2023年什么产品会最畅销 你问他之前 可以通过以往的数据来去判断说 我在未来需要做什么类型的商品 他这边给出了很多答案 我觉得这些答案基本上是算准确的 这些其实都是户外用品 卖的销量比较好的商品类型 然后我就问他万远镜 我问他如果我计划销售万远镜 你认为万远镜的核心卖点是什么 用户关心哪些功能 买家为什么 理由来购买我的商品 我问了他这些问题 你问的越具体 框架越多 他给你答案也会越精准 他这边回答说 核心卖点是远距离的观察 以及清晰的视图 他可能的卖点是放大倍率 以及尺寸 视野 然后人镜的类型 镜头的涂层 然后焦点的调节 我觉得很准确 是几乎这个产品的卖点 几乎就是这些 我这个回答还是挺满意的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去问这些东西 可以让我快速的知道 这个产品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做的话 用户可能会关心他的一些哪几个参数跟因素 会决定去下单购买这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很不错 比我自己去调研的话省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确实是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准确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我可以给他打个七分 然后另外的三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微调一下 我又开始问了 然后我就再问他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高爪化率的关键词 关于是这个万元镜 因为比如说我们选了一个产品之后 我们要开始选关键词 我看他给关键词给的准不准 我发现他给的关键词还蛮准的 比如说像反水 然后这个狩猎 官鸟 夜市 这个关键词 我觉得都相关性都很高 好 这些关键词 如果说我们直接用行不行 也行 但是我不满足目前的状态 我又问 我说反水万元镜 你能不能给我十个长尾的关键词 然后他又给我了 然后这些长尾的关键词 我觉得也是比较准确的 那 通过这样的 就是进一步一步的 就是进一步的去问他这些问题 你会把你想要的答案 过滤的越来越精准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方式 其实在我们跨境卖家当中 能够节约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在 广告选择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的选品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节约我们的一些时间 然后我接下来可能想干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想试一下 我通过人工的方式 框架的方式去进行选品 然后我选出来的产品 跟AI选出来的产品 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吻合性 我可能会想试一下 AI到底目前能够解决我们多少百分比的一个工作 我们在2023年的3月4号 会在深圳举行一个线下的选品交流会 我到时候会在选品交流会上面 去分享一些产品的案例 就选品的案例 以及会拿AI所选出来的产品 跟我们人工所选出来的同一款产品 或者是同类型产品 去做一个比较跟对比 看一下到底是他选出来的产品比较好 还是说我们人工选出来的产品会更加好 看看AI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 或者说是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 它的准确度到底是怎么样 会在到时候深圳的线下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是参加线下的分享交流分享 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出去做线下选品的分享了 2023年这是第一次 去年也做的很少 因为口罩的原因 今年这是第一期会在深圳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官网去联系助手去报名 这个3月4号大概是半天的时间 今天是2023年2月14号星期二 下午5点29分 好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